你们看我们贯造的兵器 那可是我们这里 数一数二的贯造是打造的 请问这里可是 所托城最大的铁匠铺 小先生 需要点什么 我想特别定制一批货 想找个什么 直接和我说就行了 你恐怕做不了这个主 小伙子 能不能讲解一下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们不需要知道 只管告诉我能不能做 我有二十分 要用上等的铁铁 最好是铁铁 铁铁 那可不是比小数目啊 还是请你家大人来谈吧 大叔 您是魂师吧 冒费你也是 单独谈谈 可以吗 请给我来吧 嗯 快点 体格强壮 眼神专注 手势沉闷 看来这里的确都是 自身铁匠 他们怎么站在这里 我叫铁龙 我叫铁虎 小心啊 这两个是我的双胞胎儿子 铁龙铁虎 虽然年纪不大 也算得了我的真传 是铺子里最好的铁匠 如果可以 我想请他们打造这些东西 合作成功的话 当然没问题 请 请 那么 你准备如何与我们合作呢 铁大叔 这样好了 我先支付一百个金魂币当作定金 麻烦你们打造一套出来 如果质量没有问题 就继续制作 全是够了 但我希望再增加一份保证 既然你是魂师 能否把你的魂师手闸给我看看 魂师手闸是魂师身份的象征和进阶的记录 就像魂师的尊严一样重要 一般不会轻易出事 但眼下若要表示成统 杜罗利二六三七年 注册于诺丁城五魂分店 五魂蓝银草 标准的废五魂 可惜了 大魂师 我测 你仅仅用了三年就成了大魂师 我刚获得第三个魂环 还没来得及去注册 所以手闸上没有我成为魂尊的记录 三个 就有三个魂环吧 这孩子小小年纪 爸 听过你说 来一笔大声音 又见面了 两位铁大哥 是你 阿龙阿虎 你们认识唐三魂尊 爸 你还记得 上司我们兄弟 在斗魂场 败给了两个少年吗 其中一个就是唐三 当时若非唐三出手图止 我们早已被他的火烂中伤了 唐三 你竟然已经突破三十几了 伙计说的那个带来大生意的人 不会就是你吧 唐三魂尊 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道歉 一切就按你说的办 重振唐门 哥 你在想什么呢 想 想现在的生活 想爸爸 还有想你 想我什么 想你为什么这么快 也三十几了 原来只是想这个呀 当然不止想这个 那还有什么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老师说的那句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是什么意思 那个呀 老师告诉我 我身后的魂骨 是极其稀有的魂骨 魂骨 我当时听说过 是猎杀魂兽时 很低的几率会出现的一种东西吧 具体我也不清楚 老师只说 要在特殊条件下才会出现 可特殊条件是什么 没人知道 而我背后的 是可以媲美顶级魂骨的外富魂骨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你的魂骨被别人抢走的 我发誓 我答应过你 会永远保护你 所以 我也一定可以保护好自己 哥 小五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对吗 小五 小五 好像是小傲的声音 还有容容的 别让他们找了 走 小五 嗯 你们俩刚才跑哪儿去了 我们找你们好一会儿了 没去哪儿 就在山崖吹吹风 只是吹风吗 当然只是吹风 哦 原来如此 马红金已经醒了 院长说这次大家能从星斗森林平安归来 三哥小傲小五魂里都突破三十级了 就算是史莱克也是少有的幸事 所以院长决定今晚开庆功晚宴 庆功晚宴 听着 对 明天拜登 明天 领 krij时 迎接你们是 地狱一般的生米 回来 大老大 要不要来一根 赵老师 要不要 来一根 容容 超酒的大香肠